在6月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跟小安一起来到北京 去处理了一下有关于工作方面的事情 之后我们做了一个决定 那么就是在这个充满了毕业兮兮的月份里面 去一趟 我大学曾经待过四年的城市 成都 早上6点 我跟小安来到了首都机场 在办完成机手续之后 我们便开始了这一次的旅行 在5个小时之后 我们来到了红瓦斯街18号 相比于这个名字 我更喜欢称它为鸳鸯楼 这里是我大学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每当闲暇的时间 我便会带着相机来到这里寻找灵感 这次也都是一样 我想通过这种方式 去回忆大学时对影像最纯粹的喜爱 接下来 我带小安去了每个成都人都不会去的地方 换起来这样子 这里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数不清的游客 与潮湿的空气 但就算是这样 这里的每一条街道 也似乎都残留着当时我们的生意 来到成都 怎么能不去吃一下兔头呢 这是我们当时对外地朋友最爱的恶趣味 但是在小安身上好像失笑了 她笑的对我说 真像 既然兔头不能打败小安 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活动 在人民公园 除了喝茶之外 那就是掏耳朵了 但是很显然 我又失败了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华仔 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一起喝过无数的酒 这里是我的大学 这里到处都是我们的回忆 这是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道士 在喝完这杯酒之后 我跟小安决定再去一趟重庆 重庆距离成都三百多公里 动车一个半小时便可以到达 来到重庆 第一件事便是跟大学的好朋友们一起吃串喝酒 这里是交通茶馆 重庆最具有人文气息的地方 多年前濒临倒闭 一位教授出资留了下来 直到现在 在这里 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 实则风起云涌 离开茶馆 我跟小安 一起去寻找了新鬼 两路口黄冠大附梯 这是亚洲第二场的附梯 第一场的居住在朝鲜 而这一条全长是一百一十二米 因为时间的关系 最后一站我们选择了白相居 这是一栋二十四层却没有电梯的局面楼 也是我心中的赛博朋克 最后就让这段未来城市的影像 来结束我们的这次旅行吧 再次旅行